姑娘 孙俊豪 你给我出来 一封信息上把人给打翻了 打料我是好糊弄的是吧 你给我出来 无论如何 想办法把她给我嫁出去 快点 去给我找人 你真是疯了不成啊 我们就一个女儿 再怎么着急 不能随随便便让她嫁出去啊 你这是逼死地主 逼死我呀你 你 你不可理 你这是个老糊涂了 你 你糊涂 你再怎么着急 你还要糊涂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你 你问她 凤翘 你来啦 我跟你舅舅正好在商量 低猪的事呢 我知道孙家出了大事 你一定忙得不可开交 本应该不叫你的 但是你也知道 我们家低猪现在成了这个样子 整日醉醺醺的 跟一帮爷们儿处在一起 我真是拿她没有办法 你们俩要好 你就带我劝劝她 让她早点收出新好吗 舅母放心 我去瞧瞧她 快点 啊 可快点开 妈呀 我死你了 你可这个人 哪胆肆 人家也最好 孙家 我 dad 我咱们 我咱们 你咱们 找你提亲的人 怎么都被你赶走了 姐姐也不瞧瞧 这回子谁还敢来和我提亲 我爷爷声歌名声大噪 鼻涕多快话 那些人都不来了我才高兴 人活于世 混快最要低 净说混账话 舅舅舅母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在为你的婚事操心呢 你可倒好 自己不着急 急坏了家里的老人 婚事成不成得看缘分 缘分没到 难道还让我随便找个人嫁了吗 我的姑娘 你花儿一样的年纪不成亲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你这老猪黄的时候吗 你我成亲也不难 须得先和他约法三招 成亲后他不许碰我 也不许管着我 我说一他别说二 我要天上的月亮 他不许摘星星给我 这就成了 那就有劳姐姐 帮我顾思一个这样的男人吧 我们姚家会感激不尽的 看来舅舅说得对 就该逼着你嫁人 二弟 你能重新振作起来 哥哥很为你高兴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是要往前看才好 是啊 二爷 听说太太替你物色了一位姑娘 是三奶奶的娘家表妹 人很贤良 回头你见了一定会喜欢的 我不能再害人家了 我也不想娶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老爷太太也是为你好 你看你马上就要去边疆了 在外面风餐露锁了 房里空着也不成事 老爷太太也是担心你 你若是不答应 岂不是伤了二老的心吗 老爷太太 你轻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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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轻易热 你轻易热 我轻易热 我要以天地为提 今月为拜 今月为拜 江流作陪 鸟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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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棒 你怎如此多之要求啊 你说不说 不说就喝酒 要说就别废话 就是啊 你快点 说啊 说啊 星垂平野阔 月有大江流 明启文章柱 观音老并修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杀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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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天地一杀欧啊 天地 你真是这样的 鸟兽虫鱼 你怎么只有沙鸥啊 不算 鸟兽虫鱼皆为动 沙鸥又如何算不得 我说不算就不算 你给我喝 你 你喝喝呀 你喝什么 你喝是吧 你喝就别玩啊 这是谁家的女子 竟然如此放了 像是姚府千金啊 千金能有这所拍 姑娘 她就是姚姬珠啊 二爷 那位正是姚府的低修顾名 下面干谁了 没有人收拾吧 姑娘 姑娘 醒醒 醒醒 来 快醒醒 你看这是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呀 孙府 孙府来提亲了 像孙府这样的人家是没得挑剪的 照我说啊 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 孙府 谁啊 是孙府的二爷孙俊豪 又是孙府的 姑娘 你听我说 这位二爷啊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多年呀 在外带兵打仗 那战功赫赫 且模样生的周正 人品也足重 如此伟男子啊 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不是我吹嘘 这京城内外 像这样的人家 可是不多了 姑娘的表姐 原是她家三奶奶 姑娘你应知道她家的门第 虽说眼下是训贤 可当朝显贵之家 多少姑娘都演热呢 再娶一房啊 断乎不是男士 还是她家太太瞧上了姑娘 今儿啊就特托了我 来撮合姑娘和二爷 孙家二爷这么好啊 是啊 你怎么不去嫁给他 这丫头不许胡说 上回是孙玉楼 这回是孙俊豪 难道我非得嫁给他们孙家不吵 你别胡闹了 这婚书已经签了 这回的也要不回来了 这件事我做主就这么定了 母亲可真糊涂 她家奶奶刚磨了 甚么敢这八般雷秋亲孙 怎么回事 婚恕要不回来就罢了 可她要是敢娶我 那我就把她孙府 闹得天翻地覆 大家都别瞎眼神 你这姑娘 说话也太难听了些 二爷呀 正因不能在家久留 她家太太才着急 这回子是先过定 等日子到了再操办婚事 到时候也是样样齐全 绝亏待不了姑娘 我劝姑娘啊 也不要这么大的气性 天底下 有多少这样的好男子啊 姑娘是有造化才得着 上门的福气往外推 那与姑娘也无异呀 她孙府百样都好 那你去嫁给她呀 姑娘 这姑娘 你再怎么闹 这婚书已经签了 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不好了 不好了 孙姐要退期 什么 我还没退呢 她倒先退了 这是孙二爷 给姑娘的信 表姑娘抬剑 在下孙俊豪 有幸与姑娘相识 本以为姑娘知书达理 端庄贤淑 不成想姑娘自成风骨 诗舍内清醉薄蛇 招风引蝶 酒楼内野荡青条 三言两语便醉倒他人怀中 孙府乃是诗礼人家 喜大家闺秀清白女子 城管高攀姑娘 顾退婚 妄自重 孙俊豪 卫成 姚姑娘 孙俊豪 孙俊豪你给我出来 姚姑娘 姑娘 孙俊豪你给我出来 一封信就想把人给打翻了 打量我是好糊弄的是吧 你给我出来 孙俊豪 滴珠 滴珠这是怎么了 我的姑奶奶 你在孙府门口大喊大家做什么呢 想不想进孙府的门了 你让孙俊豪出来 我今儿偏要讨个说法 他有什么资格掀起我 凭什么把我说得那么不堪 他一大早就出门了 这回子不在府里 不在府里 不在府里 地珠 陈情本就是两情相悦 既然你不喜欢二爷 二爷对你也无益 两下里作罢 大家都省了麻烦 岂不好吗 那不一样 他居然敢和我提退婚 这件事本就是私下进行 外头人还不知道 村府刚刚办完二奶奶的丧仪 太太也正伤心着 你这回子 在门上高声辱骂二爷 一则叫太太下不来台 二则也伤了自己的体面 何苦来 是我莽撞了 太太 地珠今儿失礼了 还请太太恕罪 等过两日 地珠在登门赔罪